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6号星期日 来带大家看看我们这房子 房子我们前天刚来了 跟他们一块参加的叫Middle Construct Meeting 就是一个中期的建筑会议 开完了跟我们讲了讲 还学了挺多东西 然后我就想趁着这两天赶快录一个 因为你看它上面已经开始铺这些东西来了 我们上来开会的时候还没铺这些的 这里边都是镂空都能看到什么东西 它现在一铺完之后应该也就没有了 它应该好像铺一层这种东西 然后外边也不再铺一个什么 它一共说是四层也不五层 然后最后再刷一层漆 这样就彻底的就是说水什么的就进不去了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给看一看 看一看 这是大门进来 这个门等于已经装上了 你看看这门 对我们最后还是升级了这个门 升级这门要了16000 如果你不升级的话 这会儿就不是玻璃 你看这能看出来吗 这是玻璃 如果不升级的话 这就是墙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门 然后它那门上 那个门还特别小 门只有这么宽 差不多 如果不升级的话 那门只有这么宽 然后那门上就只有这么大点的 那么四块玻璃挨着 知道吗 那我们花了16000升级出来就这样 就是上面那一块是墙 但是这边都是玻璃 这都是玻璃 然后中间是整个这么大个的一个玻璃门 就跟那样碗间一样 那这个反正 对这门要16000美元 不过看着还挺好看的 就这意思吧 然后进来看看 看看这个 Construct meeting 反正学了点东西吧 就举个例子 才知道美国盖房子门道还挺多 你看 它这里边走线 就是最简单的 你看它这根蓝色线了 在这好它留了一个口在外边 然后你看这蓝线走进来之后 往这边插 往这边插 它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 它外边留了一个口 留了一个口之后 就是说 比如说防虫害 因为美国不就有什么白蚁 还有一些虫子什么的 就是你这个房子弄的 再干净 再干燥 都有可能出这个问题 所以每隔那么个半年 或者一年 它会给你打一次药 那个药就从外边打进来 打进来之后 那个药通过这个线就进来了 然后就可以贯穿整个楼 就全都有了 都是从这个线走 然后这个线 它是上面有那种特别细的小点 然后用那个小点之后 就从那小点里就渗出去 或者喷出去 就喷到了全楼 就都喷了这种 都喷了这个药 但是它往外渗的是一点点的 要渗太快了 估计也就出不去了 对不对 因为全楼都喷完之后 它一点点的往外渗的药 它就是专门的这么一种设备 就是说 这样的楼里就全部 在这房子里边就都喷了药了 这样就可以防这种 就是说白蚁 或者虫子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看它这种板了 现在用的都是这种板 这种板你能看出来 它不是那种纯的木板 它是那种压的 合的拿一种树叶什么的 挤在一起的 据说以前不让用这种板 技术不达标 说现在的一种新技术用这种板 反正也行了 他说反正怎么就更结实一些 然后什么的 但是咱也没能明白 然后反正他们说就是说新技术 以前的技术不行 现在这新的就能达到了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个黄线是什么 忘了问他了 是不是 忘了问他了 反正这儿你看 给你留的 这就是割什么网络 电视机都割好了 之前的话 他会问你 你要留什么 我们当时跟他说好了 就是说电视机什么的 都留在这边 所以这就是 当时想就是这儿割床 对吧 床对着这边 但是现在想还不好说 如果房顶子 一楼房顶子还是真的是比较高 然后你看 这儿的话 是这个 你能看得出来吗 这个就能承受 他说好像能承受150磅的重量 150磅 差不多130斤左右 就是说能让你装一个这种 叫什么 Chandlear 可以挂一个Chandlear 差不多100多磅 但再大了就不行了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也都是加钱选的 然后那个好像是通风口 是吧 一会儿给你看上边 上面他的所有的梯特 空调什么的 其实都在二楼的上面 能看到的在哪 他们一会儿往上走 管线还真是挺复杂的 盖个房子挺不容易的 这边过来 等于你看 这就是 这是一个closet 然后这是这个厕所 厕所 你看他已经把这个浴盆 已经装好了 然后这上面也是有排气的 然后灯 给灯留的 这些 然后这边可能就是 是那个洗手台 给洗手台留的 一个热水 一个凉水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是这个下水 好吧 然后看看衣服 我们来一点 这是客房 然后他们说 以前像这个房子的话 像这种柱子 像这种柱子的话 都是一根整根木头的 现在就只有这个 是一个整根的 其他这些 就是拿这种 拿这种细的 说反正就是 他们说是因为技术 就提高了 导致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怎么觉得 好像是通工减料 是不是 往这边看看 这也是 你看他这里边也就是 都是一根一根的 就只有那几根主要的是那种粗的 剩下都是这种细的 这玩意也不知道行不行 你看就这边 这有一根粗的 是吧 这有一根粗的 就这么个意思 这边也是 你看都是拿几个细板 就是说连在一起的 好吧 然后这个里边就能看到他已经装了壁炉 壁炉是燃气的 然后这儿能看见火 它下边还有那个东西 然后能点起火栏 看就比较好看 然后把烧的火的废气从那儿排上去 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然后玻璃也是不一样 通过来了之后看了才知道 就是说这边这个门 这个门 这门当时不说了吗 花了两万多 选着这门 就是说能够整个就拉开 往两边打开 这个门是防撞防碎的玻璃 就是说 这个反正也不能说完全碎不了 但是就是说很不好破 就是说要小孩撞什么什么的 都没事 而且最后就算最后力量非常大 真的就是破了的话 它不会碎 它跟汽车挡风玻璃是一样的 这是比较好的 他们说两万五呢 两万五千美元 弄的这么个玩意儿 然后但是旁边的那些玻璃 就很容易碎了 你看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了吗 这个小心 小心点 这个他们干活已经碎了 但是他说他回来 当然肯定会给我们换 你看这个呢 这已经碎了 说明这就是普通玻璃 这就碎了 你看我都不敢过去 我还要再碎 掉来砸 掉来我脚 好吧 然后这后呢 这就是这个厨房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台 套套台吧 就是这么个台 中岛台 这下面就是说走水的地方 然后上面呢 你看没有 在这儿给你留了三个灯口 三个灯口 一个灯口要以200块钱 这都是 当初不太明白 它为什么要那么贵 现在看看也是 它也是挺费劲的 要说还是又费工又费料的 这边过来之后呢 这里边是一个 就是说第二个厨房 就是一个 对 我们中国人管的叫中式厨房 是我们要把它改成中式厨房 对美国来讲呢 算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 预备厨房吧 就这么个意思 进来呢 这也是有下水啊 那这个厨房也是 这个厨房是最贵的 这厨房要了三万九将近 厨房要了三万九 然后进来之后 就是说如果你没加那个钱的话呢 从这上一进来之后呢 这里面整个是一个pantry 就都可以让你来搁东西了 那你对 你看这就很大了 可以可以搁不少东西啊 那我们加了钱之后呢 这会儿就给你改成 把这一搁开之后呢 这是一个厨房 这会儿呢 好像是搁冰箱 这会儿是搁一个什么洗碗机 是吧 然后啊不 这会儿还有那个什么了 那个啊 抽油烟机 抽油是从这走还是从上 那从上去走吧 不知道怎么搞啊 反正就是 这应该是一个那个 看 这应该走没气的 这等于又有一个炉子 对不对 这给你炉子 炉子冰箱 当然呢 它三万九千美元 就是说把什么炉子 除了冰箱没有 其他那些东西都有 是不是 还送了一套柜子 什么 然后大家就是 上面走了这些灯 然后这里边呢 最后就变成pantry了 这边就比较小了 反正比较小了 给你搭点架子起来呢 反正还是挺高 架子应该搭的能很高 搭的很高的话呢 不好够上面 上面怎么能够 还弄梯子能够 我饶上了 可是说这意思吧 这是一盘水 对于我们来讲呢 也够用了 因为我们也不怎么做饭 也够用了 搁点东西得了 好吧 因为这个厨房呢 它好像下边有一圈柜子 上面又一圈柜子 其实也能搁东西 对吧 也能搁不少东西了 这个外边还有一堆 还有一堆橱柜了 对吧 再说咱俩也弄掉了 然后从这儿过来呢 就是这个车库 车库的话呢 它这里边就是上次来没有这么多 这个蟹 不知道蟹从哪儿来的啊 反正呢 进来之后 这就是这个 你看我们不 车不就停这儿了吗 车就停这儿了 然后呢 进来呢 这是一个三车库 三车库呢 这两边呢 一起开 它这应该留了 它说在这儿留两个 就是说开这个车库门的 左边呢 是开这个的 右边呢 是开这个 然后在这儿呢 装这个什么 这儿是装这个热水器 现在的热水器呢 都不再是那种 就是那个 真的往里面搁水 给你加热的 不是的 现在是那种叫瞬间加热 就你的水 只要从上一过 就直接就开了这水啊 就一瞬间就能 就给你加开 然后呢 据说那样子呢 它说呢 就是更省电 说以前呢 你如果搁着水 在里边一直给你保持着热水的 这个呢 首先来讲的不干净 因为水藏机在里面搁着不好 其次呢 还费电 这种瞬间加热的呢 你不用的时候呢 它是不加热的 等你用的时候呢 它给你加热 它是呢 说是这个 就不知道 就是他们说好 好好 好吧 然后呢 这儿应该是装软水器的 给你留了一个这个软水器 到时候就搁在这儿 就搁好了 对吧 然后这边过来 然后呢 它的这个电动板 电动板呢 等于是外边一个 里边一个 里边它说回过一个小的电动板 外边在一个大的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呢 三车户 我说了 到时候呢 把这个车户呢 给我老婆 让我老婆自己呢 进出 这样就可以不伤害到另外的两个车 我们的小车 还是比较好看的 是不是 还是我们家车好看 主要是 对 他们都没有我们家车 好看 然后呢 看这儿啊 这边 这边呢 就是说这个 进水啊 它这个进水好像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走了的话 你关一个 就是呢 可以呢 你家里就不用带进水了 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水管破了出水 另外一个呢 你呢 别关的话呢 就可以保证呢 你后边呢 还能再浇水 因为你后边要有植物的话呢 你如果都关了之后 你院里没有水 它就不浇水了 我们有个朋友出去旅游 出去旅游 一段回来之后呢 自己后院那个植物都干死了 就是呢 把这一关了之后呢 后边也没了 都没有了 他这个呢 就是给你分了两个 这样让你呢 就是说 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呢 你还可以给后院 还可以浇着水 如果你后院 现在当然有人呢 后院呢 就不要植物了 不要植物呢 把后院完全改成了 那个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之后呢 那也就也就无所谓了 对不对 然后这会儿这个是什么呢 这会儿是留一个信箱 这个信箱 然后呢 这会儿不是这个车库门吗 这关上之后呢 这个送信的呢 能够从 刚才我们不从这进来呢 他走到这之后呢 能把这个信呢 从这里搁进来 搁进来之后 他这会有一个给你一个信箱 都都扔在这里边来了 然后你自己呢 就可以从这取信 这样外边人呢 看不到 对不对 这样呢 东西一般你就不会丢了 这么一个 他们现在的话 不都扔在外边吧 这种的都是这种新式的 新式的 他在这儿 自己给你弄了一个大的信箱 大箱套呢 还分层 这个小的信呢 搁在这儿 然后下面是这种大箱子什么的 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反正这种新式的呢 就都是这种新的思路 新的一种设计理念 我们反正来听听 学习学习 是不是 学习 你看大家呢 也看看 建一个新房子也不错 老房子那些东西呢 好多都被淘汰掉了 新房子现在呢 有一个就是说 全新的一种的建筑理念 咱们到我这边看看啊 这是那间屋 这儿呢 原先呢 是一个四车库 等进来之后 这还能再停一辆车 这也是 这加了两万五 两万五 弄的这个啊 进来看看啊 还不错 还送你一窗户啊 好像是要不加钱的话呢 因为车库就没有窗户了 车库这都是死的 就整个人进来了 那么我还送你 还送你窗户啊 送你窗户 然后就这么个意思 这里边你看没有 上面呢 这个呢 我留了 我要了 OK 四个灯 看没有 留了四个灯在这儿 啊 现在想想的 其实 呃 没什么必要啊 当初还不是留一个 嗯 因为呃 这个房底呢 高 高的话 留一个 可以弄一个那个 那个 扇支线下来 那要是那种矮的 二楼呢 比这矮 二楼矮的话呢 留四个箱到里边去的话 比较方便啊 不过再说吧 当时本来想把这个 搞成健身房 健身房觉得 如果下一个 这个吊灯下来的话呢 可能这个不不方便 对吧 现在想法也不一样了 现在想法 你觉得 现在看了楼上的阳台 可以把阳台改成健身房 嗯 那么这样呢 可以省一间屋出来 你说这间屋 要是我当工作室 我两个那个大桌子进来 能够摆在下面 勉强也能摆下 啊 勉强也能摆下 摆下的话呢 这个屋子 我们是把那个电视机留哪了 这电视机摊要给我搁这儿的节奏 是吧 嗯 把电视机搁这儿了 电视机搁这儿 电视机搁这儿 电视机搁这儿的话 那也行 那也行 我会把两个桌子这么搁 这么搁 然后我 我 我坐在这儿 我坐这儿 然后后面摆个电 摆个大大电视 给你碰点东西什么的 然后呢 怎么这么过来啊 够吗 不知道 倒是再说吧 倒是再说吧 反正差不多这 对 不过主要的 这个不知道那边吵不吵 他可能那个空调的那个 那个什么 应该是搁这儿好像 好像是 正好就搁在这地方 他原先是搁在车库这边 他觉得车库吵一吵也无所谓 但是对 这时候要弄那什么的话 对 因为空调外面那个散热 那个其实声音还挺大的 是吧 声音还挺大的 我老婆现在在那书房旁边就是那个 是不是 应该要录视频的话挺麻烦的 是吧 过来看看 然后后院后院就不过去 太脏了 好不好 对 太脏了 等回来后院弄好了 弄好了之后再过去看看 又脏又热 我就不进去了 好不好 咱们上二楼 上二楼看看 到二楼学习 学习 这儿也是 你看这儿给留了多少灯 这儿 这儿就我们当时选的 现在想想 其实好像都挺多的 这儿留了四个灯 中间还能再挂一个吊灯 然后这边也是 不然看见这个 这个上面留了六个灯 留了六个灯口 然后还留了一个电扇的 和一个挂灯的 能够拉100多斤的 这上面可以装一堆灯 我们当时就觉得 想弄的喝凉一点 所以就选了一堆灯 我们光选灯 就留这些灯口 花了一万多美元 是吧 所以你看 这个柱子下面 反正留了这么多灯 当时现在想想 灯口选的好像有点多 当时一口 帮我们选的 做电力灯的那个人 会有点多 你也想选 选 多选一点 能亮 我们俩都喜欢弄亮一点 我们当时也想 在外边回来 到时候弄太阳能 弄太阳能的话 电费反正也不用自己拿 就多弄点灯 都点亮它 喝亮 看着 好吧 然后从这 咱们上楼 小心 他们有东西 别搁着脚 好 这会儿现在都已经堵死了 我们那天来的时候 都能看见外边的 对不对 现在都已经堵死了 堵死了 看看 这个楼梯可真实 对 这楼梯 这楼梯还没完全弄好了 弄好了 会更漂亮一点 你看 它这个窗户真多 这种新式的房子 你看这一面墙了 全都是玻璃 再到上边来 照可能更好一点 对 你看它 它等于二楼 你看 全都是窗户 你看有多少窗户 真的 就是说 你从外边从里边看 就点成一面墙 都是玻璃 都是窗户 这种新式的 新式的这种 它这种建筑里面也不一样 以前老式的 不会给你搁这么多 这么多的 窗户和玻璃 对吧 也是可能是材料创新了 然后技术达标了 能承受住这些重量 要不然的话 它不敢这么做 你知道吗 它怕承受不住 现在也是反正就新式的 二楼就比一楼要矮一点 一楼是12英尺 二楼的话好像是9还是10 我想不想9好像是 是不是 稍微比那个稍微矮了一点 对吧 看之后也是 你看上面留了这些灯了 咱们留这么多灯 是有点找乐 留了不少灯 这儿也有这种灯 好吧 进来这就是主卧了 主卧 主卧也是 主卧这个门 这个是不动升级送的门 这个门也是防碎防撞的 用的材质都是跟汽车的前挡风一样的材质 这个还真不错 这当时我都特别喜欢 你看这大门看着就是痛快 痛快 这种完全这种新式的建筑理念 现在 我们看邻居其实更痛快一点 因为我们对跟邻居来讲 我们占便宜 我们地势比邻居高 邻居的二楼对着其实是我们一楼 我们现在二楼的话 基本上就是俯视他们 他们家后边 那天来就看这家养了个科基 是不是 那边都把农池什么的都修好 这两家这几家都没修 都没修农池什么的 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没动 不知道他最后打算怎么弄 我们最后可能也要修农池 然后中间有防护林立化带 他们说最后的立化带这都要种树 现在好像还没完全种好 等会再种树 等树长下来种 可能邻居之间距离还隔得还再远一点 我看对面邻居已经把太阳能板装上了 你看他房顶上 已经开始装太阳能板了 不装的有点少 我们就装了这么几片的 不知道 不过当然太阳能板 他这论片收钱 有时候见太多了 也是他可能算是不划算 也看看你到底用多少电 我们是比较能用的是不是 这个是个阳台 这阳台我跟你说 你说这阳台丢了多少 你看 从这会儿到那会儿 我看看有多少 一二三 三步差不多就是一米 对不对 一二三 这两米 一二三 差不多是三米 对不对 三米的话从这过去呢 一二三 这是一米 一二三 这是两米 一二三 这是三米 一二三 四米 差不多四米 四米的话呢 就是说八 三八二十四 对 差不多三八二十四 当然这可能比一边多一点吧 我估计怎么样 就二十平米 这个阳台 一个二十平米的阳台 所以我就说呢 我跟我老婆说 干脆呢 跟HOA申请一下 把这阳台 这会儿就弄点玻璃 拿玻璃 把这会儿一封上 两边 这三边都封上 封上之后呢 弄一个呢 那种空调 当然你自己装空调 自己装空调呢 在边上或哪儿吧 在这儿 比如说装空调 然后我这一封呢 这二十平米 可以把这个改成健身房 跟主 对不对 就健身 健文身了之后 可以 对对对 洗个澡 然后可以这个睡觉 或者什么 早上起来了就过来 对不对 又不然的话 你说二十平米 大樱台 不知道拿着干什么 坐在这发呆 真的坐在发呆 而且呢 还有一点呢 如果你不弄剥离的话 就这个天 你在这坐坐不住 太热 还是热 是不是 那这种天 你在这坐坐不住 弄个玻璃呢 弄个空调 就可以在这坐住了 对不对 在这坐住了 坐住了 不知道 下个棋 其实我觉得 可以把这盒 给我当那个工作室 我觉得也可以 真的 要不就这么决定了 但是不好看 只要外面照邻居 不太好看 邻居回来把窗口抽烟 问你干嘛呢 装个电视 都行 倒是再说吧 倒是再说 反正二十平米 一大阳台 感觉 反正得发过点什么作用 是不是 要不然 对 我觉得弄个健身房 在这挺好的 感觉健身房就不错 这会儿你说这搁什么呢 不知道 这地方 到时候再说吧 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 我也没有想法 好吧 好吧 进来这就是这个 到主卧的厕所这儿了 这一口 惩罚水 不高兴了 把老公往这一塞 you are grounded 弄个冰箱了 给老公搁 那个冰柜 给老公搁冰柜 好啊 这个呢 就是我老婆的这个closet了 这closet也差不多只有20平米吧 这closet 对不对 这closet没有干液那么长 但是这个你看这多宽 这个比阳台的 对 这个比阳台好像还要再大点 这closet 对 哇 还真是的 我跟你说 从这条那条差不多丢5米多 丢5米多 横着我跟你说5米打不住 横着6-7米 5-7-35 这closet差不多要 这closet最起码要30平米的一closet 我的天 行了 老婆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买了 你可以不要臭大麻了 别别臭大麻了 对 给老婆挣钱买东西 然后他在这儿留了这么一个口 从这儿就进去 假如你上面什么东西坏的话 他从这儿进去修 然后他的heater还有什么的 就都是在这儿了 知道吗 但是他说这个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他说这个你放心 这个是完全安静没有声音的 主要的散热是在外边 是在屋子那头 那边才有声音 好吧 从这儿上去 这上面就都是了 什么抽风 排风扇 所有的机器 反正就都在这儿 好吧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这我老婆的closet 为了我老婆的closet弄的亮 closet原先他只有一个灯 特别我们想了四个灯 到时候然后装成158的 装四个各在这儿弄亮亮的 然后我老婆弄个 这真是我的天 30平米的 以及closet 不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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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这closet是有点豪宅 一般我觉得豪宅的话 closet的只要超过20平米 都得算豪宅了 差不多吧 这是厕所 两个马桶 一边一个 两人 对 谁看不见 然后主卧 这个他修的还不错 主卧的这个他就都给弄好了 然后铺的这种就跟一种他说什么 这种新式的也不是沥青 但类似沥青的东西 他说这个没有臭味 你看闻不到那个沥青味 对不对 他还能够完全的防水 知道吗 不管你怎么用的 这水都下不去 这就是淋浴 空间还是很大的 对不对 而且他给你留呢 两个淋浴头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你站在中间 两边都朝你喷水 洗澡 两头来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 这水呢 这个无论如何呢 都下不去 他说这些东西是百分之百防水的 啊 既然这泡了也没事 啊 下不去水 啊 这 他说这 是地板下来的那层是吧 对对对 这这这上面还有铺 我记得我们这 我们升级的大理石好像我们俩 对不对 也花了不少钱 升级的大理石好像 嗯 然后到时候看吧 反正就是他就说怎么好怎么好 那空间的确是大 这样来讲 真的就是这个房子大了之后 他这个不不不吝息这些空间啊 空间给你的是足够用 小心别伴着啊 那这个东西 嗯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呢 主卧呢 跟别人还不一样 你看没有 主卧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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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这种东西 他说这个屋里呢 有几个的这个水 这好都有这个 他说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假如你屋里要着火了 一着火之后 这一加温之后呢 这东西就会碰就把水喷出来 就即使你开着水用头 他也会把水喷出来 就让水呢出来 这会可以灭火啊 都不知道他怎么个意思 但是反正他说就就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他说这是防火的啊 他说这个呢 他说这个只有他们tobrother才给你这东西 别人的话呢 你要加钱才行 这tobrother呢就送你了啊 tobrother还还行吧 还行 还好 好吧 这么个意思 学学这都是新鲜的玩法 然后我们去看看 这边还有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呢 也也挺大的 反正两个阳台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那么大个阳台 不知道哪 这阳台他算不算在食用空间里 这边过来之后呢 这还有阳台 这是这个 这是这个洗衣房 洗衣房呢 他就在这给留了 他说这就可以搁什么 像这边是搁洗衣的吧 这边搁这烘干肌是吧 对 那个管可能走过烘干肌 咱也不知道 倒是再说吧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也升级了 升级了之后呢 他这会给你那个橱柜 你打一套橱柜出来 好吧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 这会又有一个呢 这个储物间 这个呢 他会有个门 门打开了之后呢 就是说你这不洗衣房吗 洗衣房 你要搁一些 就是洗衣服用的 洗衣粉什么的 就可以搁在这里边 他也会送你一六架子 打开了之后一六架子 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升级了之后呢 这还有一六呢 这个橱柜 到时候看个搁什么吧 反正地儿大了 总是能找点东西搁呢 搁枪嘛 对不对 多买几吧 然后呢 这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这会儿这个阳台也是 这阳台也不老小的 也很大的一阳台啊 看看这阳台 也是这么个意思 现在看看 也是 这阳台呢 反正比那个呢 小一点啊 但我看 从这会儿到这会儿 差不多也要两三米 也两三米啊 但是好像没有那个那么长 比那个稍微小一点 但我估计这阳台也得有十八九平米 十八九平米 十八九平米 差不多也得有 可能都打不住 同时到那儿有六米 我看打不住 这边的三米 嗯 差不多也得小小二十平米 嗯 那小二十平米 然后这个也是 这将来干什么呢 对不对 那我也说 这个就是把这玻璃 其实稍微贴点玻璃 这会儿就封出来这么大一空间 这会儿就可以 你看跑步机啊 什么那拉的健身器材什么都可以 搁在这儿 对 不知道 倒是再说吧 倒是再说吧 但是你只要你不疯的话呢 你搁东西在这就不方便 太热 对吧 就有空调才行 倒是再说 但是你要把风玻璃的话呢 还得跟HOA去 对 跟HOA去商量去身体 然后呢 这两边呢 还有两间屋 两间屋里边 嗯 这这这边呢 还有两间屋 两间屋里边呢 也乱叨叨的 我就不进去了 反正 说是做卧室 对 这两间屋也没想好给谁 对 不是 从这看的话 这卧室其实也不小 啊 这卧室其实也不小 这卧室看起来也底有20平了 嗯 差不多 差不多吧 这 这20平米 这卧室 卧室其实看着要说也不小 对吧 从这头到这头 底有个四五米吧 这横着也有个四五米 对不对 55 25 吧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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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平米了 这个 这个其实不小啊 它样板间那个可能搁东西搁太多了 闲得小 是吧 它弄完了之后 我看着这个其实也不老小的 不老小 它是哦 这还是一个墙到这儿是不是 要从这儿绕过来才进里边去 他挺怪的 他其实不要这个的话 不要这个的话 其实修进来这儿多好呢 对不对 不是 修进来这儿是closet的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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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不要了 进来之后呢 在这儿留一个门 是不是 都好 它慢慢又留成这样的 特别怪 有它的想法 嗯 对 它是 对 它等于在这儿隔一个门 这儿都是墙 对吧 过来 其实 这个空间都浪费了 它这么一搞 对 这是莫名其妙的 我觉得这个 哎 算了 看了 他这就怎么干 你就怎么住吧 头疼 不知道回来能不能把这个 开了 对 这个不是腾中的 对吧 你看这个 这个不是腾中的 你看它上面都没有那什么 对不对 这不是腾中的 算了 到时候再说了 到时候再说了 还没带好 就先想那些 人家说要不管你们中国人叫China呢 得什么拆什么 来了还没到哪先想怎么拆 这边也是 这边大小跟那边也差不多 它这几个卧室 其实要说这个个头都还可以 不算太对付 不算太对付 一个厕所 一个那什么 啊 好吧 这个 我跟你说这个留了四个灯 这个比较合理 因为这个上面之后呢 不算特别高 不算特别高呢 留了灯之后呢 会比较那什么 当然 你这样子看呢 就是说显得很矮啊 他因为上面铺的东西 这东西都还可以用 到这来看就还行 对不对 对吧 就还正常 是不是 到这 这样看呢 就 就还正常 嗯 很上面是九英尺高的 下面是十二英尺 其实它上面应该给弄个十 我觉得 可能会更痛 不算 就这样吧 反正大体呢 就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带大家看看 参观参观 我们也反正照一圈 照一圈的留一个这些东西吧 就知道大概的线都在哪 对不对 我们整个照一圈 都知道这些线啊 什么的 然后这些房子一步一步的盖起来 怎么盖起来都有 对 都有点 要保存一下 因为我说今天再不录的话 它就开始封一些墙了 墙一切都封上之后 你就看不见里面这些管道什么的 对吧 对 那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